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持续受到封面云气移入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呢 除了会有短暂正雨发生之外呢 如果有比较强的对流云气移入 还可能会降下大雨或是雷雨 那么南部地区虽然受到封面的影响并不会太大 但是因为迎封面的关系 所以一整天都容易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 但偶尔还是可以见得到阳光露脸 不过受到热对流的影响呢 明天还是容易会有午后雷震雨发生 提醒观众朋友 明天记得外出 攜带雨聚会比较保险 另外在气温方面 我们再重新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那你来看明天各地的气温状况 今天北部的温度呢 明显凉爽许多 不过这样舒适的气温 恐怕不会持续太久哦 怎么说呢 从地面天气图上 你可以看到 影响我们的封面系统通过之后 虽然在华中地区 又有新的封面系统产生 但是因为纬度高的关系 对我们天气上 并不会造成影响 明天风向上是吹西南风 所以白天各地高温呢 又会飙到30度以上 尤其在大台北地区 明天高温 恐怕会飙到35度左右 那么在被封面的台东地区呢 因为受到过深沉降的影响呢 也容易会有焚风的情况发生 提醒观众朋友 明天又要开始变热了 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才不会中暑 接着就带你来看 为你整理的山海气象 感谢观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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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天却在忍耐一天 因为周六又会恢复到 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不过还是要提醒 明天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 容易会有大雨发生 观众朋友外出 除了要记得携带雨具 开车骑车也要小心安全 而且明天温度回升 感受会比较闷热 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才不会中暑